這是我在雙北吃到最浮誇的貴族世家 各種鮮甜鮮豬的料理 豐富有誠意的經典熱菜 安妮老闆 跟妳探集 大家好 我是老闆 我們現在來到新莊這裡了啦 然後這邊身旁的是 貴族世家 欸你各位啊 還記得我們之前有跟各位一起去體驗過 中壢龍鋼 甚至到台東的貴族世家嗎 只不過後來也有人向我們推薦 在新莊體育館旁邊這邊的貴族世家 欸好像也還蠻厲害的 但是他門口這邊就有標示了仙鑽館 那他應該就是會跟我們 額外再收10%付費的貴族世家吧 不過也OK啦 那等一下我們一起去體驗看看 他表現快速如何吧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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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各位 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啦 只不过我们刚入场的时候 就已经先跟店员点好今天要吃的主餐了啦 当然为求公平的比较啊 所以我们今天也跟他点了一份特制牛排啊 呵呵呵呵呵呵呵 我们绝对不会是因为它是最便宜的牛排排餐才点它了 但是说我们今天的主角是现场这些吃到饱菜色 这个排餐只是个开胃菜啦 那等一下我们去拿点东西 我来吃吧 后来我们吃骨牌就吃脱鱼咖啦 你看这个肉 这个部位是好吃的部位了 赞赞赞赞 哇哦这个很赞耶 好像还蛮不错的 还有这边有花蟹啦 没有看到吗 一家排餐馆提供这种花蟹 哇 赞赞赞赞赞 柠檬青蛙下蛋 姜丝蛤蜊汤 酥炸鱼排 多皮辣椒鸡 都吃骨牌 吃起来沙鱼人 OK吧 我们还夹点边角块 这口感比较强 哇沙鱼 一点点 豆油 黑胡椒酱 哦 完美 各位啊 你有没有觉得说 今天来到新庄这边 它这边菜色感觉也蛮丰富的 尤其说我们今天来这边 我们吃得到我们 心心念念的狄咖 还有耍烟啊 呵呵呵 诶 诶 诶是 慢用 诶谢谢 特制牛排吃起来 嗯 虽然我们是跟它点了五分手 但是它表皮啊 有尖出一点微焦微焦的感觉啊 增添了牛排整体的香气啊 我会觉得说就有种井上添花的感觉啊 我们沾点黑胡椒酱 试试看 它的黑胡椒酱是不是有额外加点奶油进去啊 不然它吃起来有一种奶油的香甜味耶 它是好吃的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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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到排山配置 除了三色豆之外啊 还有一些蔬菜跟洋葱啊 我觉得我们今天一天的蔬菜量啊 靠这盘上面的应该就够了吧 那我们来喝一下刚刚点的剥皮辣椒鸡 各位我还是第一次在贵族市家 可以点到剥皮辣椒鸡耶 微甜微甜的汤都带着些许的辣味 诶 它真的是平常我们喝的剥皮辣椒鸡汤耶 好喝耶 如果今天时间充裕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跟它多点几碗回来喝 炸鱼排 我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吃点鱼排餐吃不够的话 你就跟它多点几碗这个东西 你也会吃得很满足耶 这是好吃的耶 接下来这是家庭牛排馆的经典啦 猪排豬吃 一些要吃这种酪 肉脂 这个是最好吃的 这是猪排我了啊 我们来吃这一块围住住的第一咖 它这块猪脚的皮下带着丰富的脂肪 然后在咀嚼过程中那个脂肪划成一体脂肪 这口感好油 不行了 我刚才配口茶 它这个沙鱼吃起来是绵密新鲜的 只不过啊 它的沙鱼到底是会出现在哪些分店啊 我还记得我们基隆以前那边 它曾经也有沙鱼过啊 但是随着时间啊 它不知道什么就默默的从台面上消失 我觉得非常的可惜啊 你不觉得吃贵族自家 少了猪脚 或者少了沙鱼就好像少了一位吗 我们来吃吃看花蟹 所以说它的花蟹它超口味啊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重啊 但是说它的肉啊 我是觉得它应该是介于扎实 与软爛之间呢 我们得吃一只试试看 那回归到今天最低吃一身不用400元的状况之下啊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啦 我们来喝喝看蛤蜊汤 不管是我们当初吃过的台东牛排馆 甚至到各大饭店的现做汤区 它的表现我们不管喝到哪里 好像都是这个味道啊 非常的经典 OK啦各位 我们吃完第一回所有东西啦 那我们再去拿下一回的料理 我来吃吧 喔 这感觉是鹹酥鸡 哇 很大堆耶 哇 讚讚讚讚讚 炸干贝 鸡块 哇 刚好遇到粗鸡 还有你们看到这个 看起来好像很好吃耶 哇 有了一点鸡水 讚讚讚讚 可以 愉快吗 唯一煮煮的肉鸡 喔 光是看到这个画面啦 我都觉得说 胆固笋 飙升100 柠檬青蛙下蛋 再来一点 脆皮小肉圆 花好月圆 还有这个边角块 这个带皮的 口感最好吃 这次有了 蒜笼酱 锅皮辣椒鸡 鱼排 OK啦各位 那我们这回合喔 有跟大家拿了 我们刚刚没吃到的料理啊 诶 自从我吃过 基隆那边的柜子四夹 我就觉得那种 现夹 现做料理的赛色 就觉得没有什么 太大的好感 真的说太大的希望啊 但是说没有想要来到这边啊 他今天现做料理啊 我是觉得说 这给的真的是 很有诚意耶 那我们先从我们台湾经典宵夜 Gam So K 吃起来啦 我觉得说它是表面椒盐粉啊 似乎下的有那么一点重啊 所以说它吃起来还蛮咸的 但是说它这个肉 有经过腌制 它吃起来的口味啊 跟我们家里 可以做出的味道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啦 我觉得说它吃起来 十分的家常 那我们来夹点酒蒸塔 一起配合吃啊 虽然说炸酒蒸塔 它是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香啊 但是你看这个油到发亮的外表 阿娘的味 油上加油组合 吃起来真的好油 好油 结果它这个炸锅肉碗啊 里面包的竟然是笋子跟绞肉耶 吃起来像其炸锅的竹笋包内馅的 我以为它今天这种炸汤圆啊 他们应该会把它炸得干干硬硬的 可是没有想到吃起来 竟然是刚刚好的耶 它吃起来外表是有点炸到脆脆的 但是它内心竟然是软烂的耶 这是好吃的耶 怎么吃到这回合啊 因为觉得说我们点的这个炸鱼排啊 很像哪家餐厅的料理啊 该不会这也是我们知名店所素食店的水鱼排吧 应该不会是同款吧 应该不会是同款吧 你看看这个炒白菜长这个样子 你不会想要吃点看看吗 这就是阿嬷的古代味耶 而且它这里面还有加一点猪皮 我们吃了那么多吃到饱餐厅啊 有几间餐厅有提供这样的炒白菜啊 这真的很古早味 炸干贝酥 我一定很怀疑它应该是拿出来水菜是用的 接下来我们什么话都不要说 你看到这个东西你觉得这会是什么 这竟然是伪装成柠檬鸡块的玉米可乐饼耶 刚刚吃到那口瞬间啊 我心里有一种 哇 的正统感觉 贵族四家这真有你的 大口 够Q够够的豬家 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来吃海餐的话 如果你吃一份 你觉得不满足 那就多吃点刚刚那个炸鱼排 真是说这个肉鱼排 你会觉得说有一种转道的感觉 焊掉了焊掉了 接下来是一块油到发亮的猪脚皮 我还记得这种酥皮浓汤啊 大概20年前在台湾突然爆红起来 我们不管在大街小巷都看得到 有人在卖这种酥皮浓汤 而且那时候喝一碗也要四五十块去了 可是如今啊 到底是谁先在这种吃到饱里面 放这个酥皮浓汤的 这真的是 很罪恶的东西啊 薄皮辣椒鸡 薄皮辣椒鸡 我真的觉得说这种汤头带一点微微辛辣感啊 这种口感非常的棒 耍烟 我会觉得说这鲨鱼 안啊 只要新鲜 我们今天不管沾什么酱 它都会好吃啊 爱玉三分圆 我们已经吃完这回所有的东西了 只不过我是觉得说我们今天用餐时间有两个小时 我想要留多点时间吃它的甜点了 这样应该OK吧 当朋友吃煮粥餐 点这个会被受浪费 进来这边OK的吧 只不过它们有换新的菜上来 我们再吃吃看 这该不会是炸西虾吧 我们来听一尾,果汁 是够够 给两个 各位啊,我们这回合这样子拿拿,应该也差不多了啊 虽然说我们今天在新庄这边吃到甜点啊 它的样式啊,感觉没有像上次台东那么的浮夸啊 不过我觉得其实以这个价位来说已经很可以了啦 诶,只不过今天这边见了有这种炸西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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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西虾 炸西虾 这就是 我们刚刚拿这个一粒一粒的啊 我们咬开来它里面见包的是果汁诶 咬下去的时候果汁泡出来那种感觉真的是 是 接下来是甜芋头 嗯 双漆灵 我们的烧澡被那些美食弄到琵琶的味觉 我会觉得说烧这冰淇淋之后有复活过来的感觉啦 稍等一下还可以把老闆带一张啊 那接下来我们来吃点水果了啦 这么会喷喔 我吃它这个果肉啊 它里面烂蒙泥 我觉得口感感到很棒 可是咬到这个外皮的时候 我们咀嚼咀嚼咀嚼啦 它突然释放出发亮的酸味 腰洗我 这个皮很酸耶 咬到这边 它。。。 咬嚼咪 那么 咬嚼咬嚼咳 芒仔粿 點兩顆 各位啊 這個是好吃的超次蛋糕耶 口感濕潤濕的 不會有一種會讓你難以下咽的感覺 那接下來這個應該是焦糖蛋糕吧 是咖啡糖蛋糕耶 三粉圓 雖然說我們前面吃了那麼多甜點啦 我們以前喝不太出了什麼甜味 但是我就是喜歡喝三粉圓 這種無溜的口感 哦 好喝啊 我們再喝這個火龍果汁 OK啦各位 我們已經吃完所有甜點了 那等一下我們去結帳之後 直接到外面 說結尾吧 OK啦各位 我們現在來到外面啦 那麼來說說我們今天吃鬼祖四家 新莊體育館店的想法吧 我們今天一個人在晚餐廠用餐費用 總金額費用 這個是四百 四十元 OMG 誒 你們覺得說以這個價格 我們在大台北這個地方 雙北嘛 我們能吃一個排餐之外 我們還可以享用芝術餐吃到飽 以這個價格來說 今天的體驗不管如何 應該都算很讚吧 尤其我們有到中立龍鋼店那邊吃過 甚至我們也跑到台東店那邊吃了之後啊 最後我們又回到新莊這邊吃 誒 我是覺得說這三斤店啊 他們都有自己可圈可點的部分啊 但我是覺得說 比起啊 在台東店那邊喝得到酒水 還有一大堆線條飲料來說 光是在飲料的部分 也許他輸了一點啦 但是我們今天吃的這間 我們說讚的啦 有可以現點現做的料理 雖然說我們在結帳時候 會不會加10%服務費 但他起碼不會跟我們說邊緣人吃麻費啦 呵呵呵呵呵呵呵 而且今天這間店呢 他又提供鮮點 鮮做的料理 而且重點是他那些菜色啊 也沒有說會讓你感覺 這水什麼樣的感覺 我是覺得說 起碼他提供的是有誠意 有水準的 但如果你問我說 今天要我們這回新莊貴族這邊吃的話 我OK嗎 誒各位這當然 OK啊 只不過今天這間店啊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缺點是啊 他這周遭 非常多的停車場 非常多的停車格 可是啊 真的 他們幾乎都是 停的滿滿滿的 就算是路邊的停車格 慢 或者說對面的 體育場 停車場 慢 或者說在市場口那邊 也有一個台灣聯通 慢 所以我們今天是停車停到 好像是 棒球長那邊過去吧 也是在那個新莊公園裡面 但 我們今天 為了去找我們的車 誒 我們在公園裡面 洗兩邊誒 誒 夭壽喔各位 我找不到我的停車場了 這是 同個公園裡面 有兩個不一樣的停車場誒 我從停車場出來的時候 我就記得 我是從 4號電梯出來的 結果誰知道 體育館那邊 有一個4號出口 誒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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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 繞來繞去 我繞了 快1個小時 我才找到我今天 停車場的出口位置 應該說 我們今天是 白天的時候 從停車場出來的 所以那時候 事件兩好 沒問題 誰知道晚上 我們回到 新莊的體育公園裡面 我們要找我們停車場的時候 它裡面有 三座停車場 一個是戶外的 那個還好 可是另外一個 是棒球場 甚至說 另外一個是 體育館的 他們兩個是 不一樣的停車場 然後我就那邊 進出進出 因為晚上的公園裡面 視線非常的差 燈光非常的渾暗 所以我真的是 找得很吃力啊 結果誰知道我們找一找 就莫名其妙 鬧了 兩圈過去 但回頭來說 如果我們今天撇出 排餐的部分 我們最低只要用 360元 就可以吃到植物餐 吃到飽 我就覺得說 以今天這間店的整體表現來說 這個價格 已經很可以了啦 好不好 那各位看到這邊 有什麼推薦的吃到飽餐廳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看到 卻卻也不老 還有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加入我的頻道 我會超級感謝觀眾朋友支持我們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